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奇,歡迎來到復壽院學院 今天又和大家聊天 準備了一個很有趣的話題和大家聊天 就是這個10日減10磅的都市傳說 究竟是行不行的呢? 我怎樣看這件事呢? 講之前有個消息要和大家講講 就是2月17日的團購已經爆了 相信應該都是大地回春 大家都會是時候管理一下自己的體重 所以就會找多些不同的方案 所以2月17日已經爆了 我們就明白了 如果下一次不能加入的 下一團將會在3月3日開始 如果3月3日都加入不到的 可能要到3月中 看我們公布的 發訊息給我 我們再回覆大家 10日減10磅 究竟是堅定留的呢? 講之前 為什麼會有這個 要有這個題目的有趣呢? 因為本身 我們蘇果汁全購 剛剛第10天 看看他會做成怎樣 和一些廣告比較一下 其實我們會做成怎樣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鼓勵一下正在做成蘇果汁全時的朋友 第二樣 其實這個廣告真的太行 吹得 因為我老爸看片 他自看完都說 很討厭陳敏茲 很煩 一聽到他那個廣告 他就說 在爆粗 其實在他眼中 這個廣告是騙人的 有幾樣東西 作為一個消費者 先要你付1000多元 他就說 用一個10天的療程 幫你減10磅 減不到就賠錢 不如在緣奉還 其實很簡單 作為一個消費者 是怎樣看的呢? 作為一個行內人 又怎樣看呢? 為什麼無緣無故會變成行內人呢? 入了行呢? 其實呢 小弟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已經很早期 已經在亞洲市場 販賣醫學美容儀器 給不同地方的醫生 美容院 醫院等等 香港當然 是我們最大的市場 相對大的市場 早期用的採光機 一些激光機 或者打進你身體裡面 想那邊的大一點地方 想那邊的小一點 想那邊的緊一點 想那邊的 等等等等的一些產品 都是小弟經手的 我不是只賣給他們這麼簡單的 我還要去到那些 去到樂場示範 做培訓 教他們怎麼用的 培訓的對象 有些是美容院的姐姐 有些是老闆 有些是醫生的護士等等 都會有的 不同層面都有的 甚至乎你說 那部機壞了 我都會去做的 所以小弟對於這個行業的操作 都有某程度上的認識 而這個10日10磅 實在太有爭議性了 其實 真還是假的 我就不賣關子了 我可以肯定告訴你 是真的 他一定有辦法 無論他用什麼方法都好 他都可以讓你 10日裡面減到10磅 OK 但是前提 就是你一定要用他的方法 OK 他要給你那10日的活動 任何你吃東西 運動 你做的療程要做多久 可能很難達到的 可能很難要 剔掉所有東西 如果你剔掉所有東西 你做到的 大家開心 其實他都想你減到的 對不對 但是 如果那些剔是很難剔的 你減不到就不關他事了 對不對 那個位置就在這裡了 那就不關他事了 因為你做不到那個療程的要求 那你就 你沒有效果是正常的 而千萬不要有一個心態 就是說 我很乖的 我就 你要做什麼 我跟足 OK 但是 10日之後減完10磅 就很開心地離開 減了10磅 給了一千多元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便宜 沒有那麼簡單 你如果真的能夠完成 你想立刻跟他斷絕關係 我可以告訴你 也是 我 劈一下頭來 去保證 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完成了一件事之後 他就會說 咦 你減了10磅 但是可能減多10磅會比較好 但是第二個10磅就不一定是10日 可能是100日甚至是10年 這樣吧 或者是 咦 你減了10磅了 你皮膚好像不是那麼好 你面色不是那麼好 咦 咦 就是夏天了 比堅尼了 要怎麼推回胸 甚至乎是 皮頭髮又不是那麼好 他會一直給你一些新的東西 而這些東西是你想要的 肯定是你想要的 這樣你就會一直跟他的關係 一直長期發展下去 這個就是 就算減得到之後 會發展的路向 就會用這條路去走 而減不了 不會說 喂 我真的是這樣想的 我是這樣想的 喂 我給千多元 10日 我是最後那天差一點 我減9磅9 OK 9.9磅 9.9磅 不達標 回水 你覺得有沒有那麼好處 當然沒有啦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的 可能還要賠錢 那 如果不行 他又有別的 他會知道你想要什麼 他就會有給你 如果你剛剛遇上一些你想要的東西 那你就又會跟他發展的關係 所以其實那個10日減10磅 是一個你跟他有關係的開始 他會送什麼給你 他給你什麼好東西 我是不知道的 當然啦 我們不是去詆毀他 只不過是我們用客觀的身份 去看看這個叫什麼 customer journey 就是一個客戶去經歷這件事的時候 究竟應該是怎樣呢 當然呢 他會令你很舒服 會令你很開心 會令你很開心 因為要不然你 就跟他死過 好像那時候那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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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 所以 我覺得 如果大家相信這件事去試 會遇到的 遭遇 但是你說 究竟10日減10磅 其實是否可行 是否可行 這應該是前提 如果這件事是不可行的 那就是騙人 我用我們的例子給你提 很簡單 如果我都做到 我都跟我的朋友們做到的 他都一定有辦法 所有的集團 很簡單 有些朋友在群組裡分享一些 體重紀錄 我找了10個 包括我都在裡面 有些人可能會太醜一點 不在群組裡 他就沒有了 我就簡單找了10個 這10個裡面 有4個是未夠10天的 我只有8天 其他有4天5天 有些又差2天 這些不算了 不算了 不算了 有6個人是去到第10天了 6個人去到第10天裡面 當中有5個 6個裡面有5個 已經減了10磅 已經減了10磅 一個是145開始 第10天是135 其實他在第9天已經減了10磅 另外一個是151開始 然後到第10天是138 這就是12磅多 另外一個是157 然後到145 差不多是12磅 另外一個是232 第10天是216 16磅多 另外一個是168開始 然後到157.8 11磅 還未夠11磅 其實另外一個是相差很少的 143其實是135 就是相差2磅多 所以你看到 在我面前 在我的世界裡面 10天減10磅 基本上是經常發生的 只不過是10天減10磅之後 會有什麼發生 這個才是重點 就是得到了 這件事 譬如10天減10磅 這班人不會去吃自在餐慶祝的 不會的 一般人 我以前也會 減2磅 今天先吃多一點慶祝 吃了2磅 就回來 以前我也是這樣 有時候我也是這樣 一般人也是這樣 但這班人 10天減10磅 後面還有50天 如果他的目標是60天的話 這50天裡面 會不會是10天減10磅 記住是10天減10磅 不是每10天減10磅 即是你去到第20天 是不會有20磅的 第30天 未必有30磅 不是的 基於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很多理由 令到這個數字會變 但是 我只是簡單看10天 10磅 這個數字游戲來講 其實是可以達到標的 某程序是可以達到標的 所以 如果是我你也可以的 我相信 別人這麼大的公司 這麼多人力物力 你真的跟著乖乖地做的 一定可以的 只不過是 完了10天之後 你們的關係 會發展成怎樣 會不會變成 一對愛女 一對愛女 一生都有關係呢 還是怎樣呢 還是罵得好不快呢 這個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10天減10磅是可以的 而 我自己奉獻一些 鼓勵一些正在進行 縮海執政的朋友 千萬不要比較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可以 你說你減10磅 是不是很多呢 有人15磅 有人12磅 那你就會很沮喪 如果你不懂得處理這件事 你要知道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我們現在打的一場 我們不是說 公司月尾追數 跑數 不是這樣的 我們在踢的這場球 是什麼 是足球比賽 90分鐘法定時間 在這段時間裏 誰能進球多 誰就贏 而你和他比賽 和你比賽的是你自己 沒有人和你比賽 旁邊的是隔離踢的 隔離踢的 和你沒有影響的 不要把別人的分數 計入自己那裡 你10磅都不滿足的 我真的幫不了你 有些人會嫌快嫌慢 而剛才那個時間 那件事很重要的 我們不是說 打乒乓球 12分 20分就贏 鬥快去到20分 不是的 因為你打時間 打時間 所以為什麼 網球 網球比賽可以打三個多小時 因為大家也贏不了 大家都贏不了 拿不到領先對方2分 我贏了1分你又追回1分 我贏了1分你又追回1分 你永遠都在一個膠著的狀態 但是 足球是看時間 我們看60天 如果你在生命中放大一點 喂 60年 長命一點的可能 再多一點80幾年 90幾年 100年都有 這些人越來越長命 那麼 你每一天睜大眼 你就是在玩這個遊戲 如果你只是希望10日減10磅 是你的目標 我覺得這個就太差了 不應該用這個 去幫人設一個目標 所以你找我 我們做蔬果汁電視的 看這60天 這10天做到什麼 怎樣做 怎樣才做得最好 而在這60天 就算你任何結果都好 任何結果都好 OK 當中你有多少學習 開頭的時候 你應該用什麼心態 中段的時候 你應該用什麼心態 尾段的時候 你應該用什麼心態 完了之後 就可以吃東西了 你怎樣選擇 你每一個過程 都有每一個過程的學習和變化 才可以長遠地得到一個健康 還有學會控制自己的體重 在自己的股象之中 這個才是最重要 我希望大家可以學到的東西 好嗎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我們不明白的話 下次再說 下次見 Keep Juicing Bye Bye